其實理論上應該是可以幾個方法產生程式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用錄製聚齊 所謂的錄製聚齊 實際上講白話的意思 Excel可以幫你把滑鼠鍵盤做的動作 把它記錄下來,並且幫你翻譯成VBA 存成程式 但是它產生那個程式的幾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它只會記錄滑鼠鍵盤的動作 第二個的話呢 它程式裡面有很多其實是很冗長的 它不會寫得很精簡 所以通常我們會錄製下來的東西 我會再把它精簡 也就是說留下需要的部分 不需要的部分就把它刪掉就好 但很多同學可能還沒這個功力 所以為了避免說你們要花很多時間去試試 那所以呢我就直接幫各位已經把那個 下載的那個部分程式 已經先把它錄製完 並且把需要的部分留下來 那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需要幾件事 第一個 我要先知道 我要下載那個資料 它的網址在哪裡 所以上個禮拜的練習 當然你第一個Google查開放資料 第二個查那個 住宅竊道 或者你查完整的名稱 叫台北市或者北市也可以啦 因為如果你輸入台有沒有 假設你輸入那個檢寫的台 會找不到這個資料 你一定要寫這個 就完整的繁體的 或你打這個 那找到這個資料之後呢 上個星期我們是直接 點這個下載就OK了 那問題 如果你手動下載 那將來如果檔案數量很大 那你變你一直下載一直下載 有沒有 然後你可能要手動自己在重做 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希望喔 可以 透過VBA的程式 直接幫你把 有沒有上星期我們是這樣 點這邊一下 它就下載 有沒有 它就這邊出現了 在這裡 那當然上禮拜是直接把它打開啦 然後做後續練習 可是喔 今天我們要更進一步就是說 如果假如我不要用點的 因為點的是人工的方式 我希望呢把它變成程式 那首先的話呢 要怎麼把它變 第一個啦 你要先知道說 到底我點下去那個動作 它背後的網址在哪裡 那理論上喔 這邊有檢視資料 你不要點 你就點檢視資料 理論上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 下載的網址 有沒有 它告訴你在這裡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一題喔 蠻特別的 因為喔 台北市政府 它好像蠻擔心 人家 去用 爬蟲的方式 去下載資料 所以這個連結 也有保護 所以跟各位講喔 這個連結有保護 但是下面這個連結沒保護 所以喔 跟各位講 因為我後來試一下發現 奇怪 我用這個連結一直下載不下來 而且會出一些錯誤訊息 但是我用下面這個連結就OK了 所以往後喔 如果假設你遇到那種喔 它那個來源有保護的時候喔 你可能就是 要不就換一個方式 要不就換一個連結 那所以呢 等一下喔 我們的連結 不要用上面這個 用下面這邊有個CSV 那我要怎麼取得 那一個連結 很簡單 先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 複製連結網址 有沒有 右鍵喔 不是左鍵喔 你如果左鍵按下去 它好像就下載了 你就按右鍵喔 然後呢 它會出現一個複製連結網址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知道 喔 它的網址喔 原來在Servor上面的什麼位置 當然啦 如果你按右鍵複製啦 當然你如果想知道這個網址裡面 到底 網址是長怎麼樣子喔 你可以貼到記事本裡面 或者貼到Word裡面 都可以啦 你就大概知道一下 在Windows的複製用程式 這邊有一個叫 記事本的喔 用這個 把它貼上一下 貼上 那你會發現它就是HTPS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Servor的位置 然後後面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就帶了一個PHP 這個PHP就是 Servor上面的一支 網頁的程式 它是一個程式喔 然後後面的話 問號就是執行什麼參數 它的NID 等於 這個 不過其實你不知道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大概了解一下它的架構 反正就是這個網址 好那第一個呢 我們已經有網址之後的話 第二個 我們就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雲端上面的 這個範本 它位置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2頁喔 就這個 Serv 然後 它的名稱叫做 住宅竊道下宅 那你會發現有頭就有尾巴在這裡 End Sub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拿這一個範本 結合剛剛的資料的話 很簡單喔 你就Ctrl C 所以記得喔 把剛剛的網址 反正你就準備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這個 我們要下載的網址 第二個就是這一段程式 OK 那程式記得 Sub到End Sub 少一個字都不行喔 反正以後呢 一個VBA的程式喔 頭一定是Sub 尾巴一定是End Sub 你不要說你複製到一半 很抱歉他不能Run 哪怕是你用那個 CharGPT 請幫我寫一個 那個下載程式喔 GPT會幫你寫 但是它給你的也類似像這樣子 你要知道說頭在哪裡 尾巴在哪裡 然後Ctrl C 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 把它貼到哪裡 貼的話你就開一個Excel 這上個禮拜的好了喔 然後貼的位置記得喔 請你 要不就是你重新開一個空白的也可以啦 或者說拿上個禮拜的也可以 來練習 那接下來的話你需要把程式貼到 開發人員裡面的 Video Basic OK我看 因為將來練習完就長這樣 就是會把資料清空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它這邊會出現下載的訊息 下載下來了 我把它這個先把它關掉一下 我們重來把它 這個我就不要讓它 我重來 那你們乾脆就重新開一個新的Excel 比較空白的 打開 然後空白 這樣比較簡單 然後接下來的話 請你 打開開發人員裡面的Video Basic OK 這樣比較簡單啦 我們就不要 不要弄得太複雜 因為我怕同學 開了一大堆Excel 最後貼錯地方 那就麻煩了 那記得 一般習慣上 就是你打開Video Basic 我是建議啦 如果它整個蓋滿了 我是建議你把它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大概可以看到你執行完 結果有沒有成功 那接下來記得 開啟Video Basic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程式貼到模組裡面 你說老師這裡沒有模組怎麼辦 沒關係按右鍵 請你插入一個模組 記得啦 你以後啦 不管怎麼樣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插入模組 這個一定要 那以後的話 請你把程式 一律貼到模組裡面 就沒問題了 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貼別的地方 盡量不要 或許別的地方可以Walk 也可能不能Walk 所以盡量貼到安全 沒有問題的地方 所以你就插入模組 然後把它 記得按右鍵 插入模組 那你會看到右邊這邊 是空 也白的地方 就是這裡喔 所以你要先確認 開啟Video Basic 然後按右鍵插入模組 之後 把程式貼到這個地方來 好 所以剛剛我們 剛剛不是有一段 所以要再確認一次 這一段喔 就找到第12頁的地方 Ctrl C 然後呢 Ctrl V貼上就OK了 貼上看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有兩個地方 必須要修改的 特別注意喔 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第一個喔 請你在那個 下載資料 的下面這一行 找到有一個叫TEST分號 跟 這個什麼 後雙引號 等於是 分號跟後雙引號中間喔 這個就是貼網址的地方 也就是說啦 這個TEST分號 意思說 我的那個文字檔 在哪個位置 那請你告訴我一下 所以喔 請你把剛剛 我 剛剛有從那個嘛 有沒有 這個網址 或者你如果 不要貼到記事本的話啦 其實也可以 直接到那個 台北市住宅 切到點位 下面這個喔 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貼到 分號 有沒有 這個分號跟 雙引號 就這個的中間喔 這個的中間 記得不要貼錯啦 貼錯就麻煩了 OK貼上 好 他就知道說 原來是要 記得喔 是貼到這裡喔 不要貼錯啦 分號 記得是這個 分號的後面 把這個網址貼上就對了 所以 Step1 把它貼上 貼到這裡來 OK 那可能你要再看一下 這個網址有沒有正確啦 一定是http啦 有沒有要貼的東西 貼不對的 那當然他一定不會work 好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這個文字檔 你這個csv的文字檔 他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是 他上禮拜講過 其實就兩種 一種的話呢 如果是 UTF8的話 那你這邊就填65001 啊如果是 那個什麼 Big5的話 就微軟的那個 那就950 反正就兩種 你說老師應該填哪一個啦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試試看嘛 如果第一個亂碼 你就改第二個 理論上應該 都會是可以的 不然的話你可以試試看啦 這邊的話我先用正確 應該是650 我記得這個好像是 這個應該是 UTF8的 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如果不確定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檔案下載下來 用記事本 開然後另存新檔 就大概知道了 好像上個禮拜 我有演示過啦 不然你可以啊 這邊點一下 然後他會下載在這裡 那你把它打開 如果是亂碼的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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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就是 UTF8 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我看一下剛剛那個下載喔 要不然你用記事本開 在資料宅中顯示有沒有 然後呢按右鍵喔 我上禮拜講過啦 你可以用記事本開看看 記事本其實也可以幫一點忙 然後你可以打開之後 然後再怎麼會知道哪個邊嘛 檔案裡面有個另存為 那另存為的話呢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另存新檔 底下這邊就會出現編碼方式 有沒有看到 如果他是UTF8 那請各位 就把它填入什麼 65001 這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好像我雲端上也有啦 如果假設 他出現的是另外一個 叫做ANSI的話 那請你就填多少 填950 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假設 你老時候懶得去這樣 沒關係你就踹嘛 反正一個不對換下一個就OK了 好啦 這樣OK囉 那我們確定是65001嘛 然後呢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再來的話呢 其實程式就寫完了 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你會用Create Table下載的話 其實這個 這一個小程式 其實還蠻可以幫得上忙的 再來的話呢 就是直接執行它就可以了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貼上對不對 然後 第一個吧 記得模組這邊 Sub貼上 然後記得 改一個 第一個 改第二個 記得喔 不要少改 不要多改 好 OK之後的話呢 恭喜你 應該就可以Walk了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去按一下上面的執行 其實這個程式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他會先把舊資料先清空 再去下載 所以如果假如你原來有舊資料的話 那他就會先清掉啦 他不會有舊資料啦 OK 好啦 試一下看看 所以關鍵時刻來了 如果執行的話 假如說有下載那恭喜你 你說老師那如果卡住怎麼辦 之前有遇到 因為 太多人同時下載 所以被那個Server給封鎖 列為黑名單 不過好像 之前Yahoo好像比較多 但這個網站好像就沒那麼多 不過如果待會 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那怎麼辦 那可能不然就換另外 換其他的連 試試看啦 不然的話 這也沒辦法控制 主要原因是因為Server不是我們的 我們不能沒有辦法說 我現在我想要 開他就開關 這個他們決定的 OK 好來 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出現了 有沒有 GG.GG那個 就是會在 這個網址裡面 好